我們可以連線 而且總共的頁數 我一頁要顯示 無比 所以怎麼樣剛好 可以知道說一頁就無比 一頁就無比 所以如果總比數 假如 就是除以5之後 除以5之後 當然有幾種做法 要不就是 轉換成整數再加1 因為葉數 只要有小數點 反正它不夠 它還一定要一頁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函數還有印象嗎 其實函數的話 在Java裡面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 它主要用途是什麼 就是無條件淨位 比如說它是4.3 如果是9.99 就變成10 那也就是有小數點 它就是自動淨位 這個叫無條件淨位 這個好像在數學函數裡面 好像Java也是取一樣的名稱 當然你不用這樣的方法也可以 你就是無條件捨去之後再加1也可以 反正就是算完之後 只要是有餘數的 它就是要一頁給它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先 接下來就是知道說有幾頁 比如說我最後 算出來假設有6筆 那6筆一頁要5個 那就是要兩頁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有6 那除過來這個應該是2 OK 所以判斷一下 如果裡面等於0的話 那表示說裡面都沒有資料 那怎樣 就找不到 所以我們假設Demo一下 假設這個地方 我把它查一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查的是ASP 不過應該沒有這東西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寫這個 有沒有 Sorry 系統沒有你要查 所以它會跑這一個 那如果有的話像PHP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是PHP 搜尋查詢結果 它會有6筆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東西秀出來 還有關鍵字放這裡 總共有幾筆記錄就抗測 目前顯示第幾頁 你要顯示出來 然後底下的話 你必須要做出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可以第幾頁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有幾個關鍵 就是我怎麼知道 按下它 它第一頁 按下它 它第二頁 所以這邊會有個 參數叫Page 這個Page的話 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計算的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比較難一點 就是說如果 它這個地方有Page的話 那我可以抓到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我剛剛是不是有點 如果沒有表示是第一頁 所以沒有傳Page的話 表示是第一頁 那我怎麼知道 怎麼樣去抓第一頁 其實這邊的話 有一個語法 叫Limit 這個Limit 就是說 我要從第幾筆 第幾筆開始抓 抓幾筆 所以特別注意 第幾筆 第一筆就零開始 從零開始 它的紀錄一定是零開始 逗點就抓五筆 所以以後你要抓十筆的話 你就輸入零就可以了 那這個語法 有些同學 可能不太能理解 所以 教各位一個訣竅 這個以前 我在寫PHE語法都這樣 反正 要不你就用Eclipse 射中斷點 把結果說出來 他之前有同學問過 那要不然的話 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C口語法 用一個A口 把它A口出來就好了 那比如說 我今天把它save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 查PHP 它會查到是 假設6筆好了 對不對 查出來假設6筆 那比如說 我這邊查出來6筆 那如果你A口出來 你會發現 它的語法就出現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C口語法 你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 幫我查出來 select 所有的欄位 from book 會有 book name 有沒有 like 如果是文字 一定是用like 這個標準以C口語法 然後呢 什麼PHP關鍵字 order by 就是排序 limit 從0到5 不 從0 抓5筆記錄 那如果說 你下一筆的話 從第5 你想說 不是6嗎 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 5以後的 都幫我抓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 其實你這個語法 以後如果你要debug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seql 以法裡面 把它貼上 其實這一行有沒有 你貼到那個seql 按執行的話 它也會怎麼樣 幫你執行 而且會幫你抓到什麼 抓到這一筆記錄 放在這裡 所以以後 你那個seql以法 有錯誤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echo出來 看一下哪裡錯 如果不知道錯 你可以貼到 myseql裡面 那有時候 myseql如果你有錯誤 比如說你剛剛貼上的東西 有錯誤 它會有一些錯誤提示 比如說limit 假設你這個地方 比如說你少一個這個好了 假設你執行的話 它其實會有一個錯誤 而且會告訴你說 引號不對 有沒有 然後少一個這個 它會告訴你大概的錯誤 所以你可以藉由什麼 myseql幫你除錯 seql語法 這個我想簡單的技巧 好 那最後的話 就把它輸出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地方 我想語法 細節部分 大概 這個自己大概在比對一下 因為第幾 總共幾比 共幾頁 這個我想都是比較 差不多的東西 還有就是第幾頁 OK 最後就顯示出來了 最後記得把它close掉 因為 如果你關閉之後 忘了把它關閉連線的話 它會佔用記憶體 會一直吃進 不過其實理論上 我是試過 好像不關掉 因為現在肌理都很大 好像也沒什麼影響 不過最好是養成好習慣 關掉比較保險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什麼 查出來 但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詳細資料 比如說我點它 那我怎麼可以把詳細的資料 放在一個table裡面 這個table 這個表格裡面 把詳細的資料分別放進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那個 把那個seql的語法 echo出去 這個技巧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 你那個seql的語法錯 可是 你不知道錯哪裡 那可以把它echo出去 可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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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